简单的线条加上丰厚的色彩 台北市设置国小四年级的林玉佳 以笛画污水处理场附射公园的地标为主角的画作 拿下国小组冠军 光景很漂亮 然后地标 由台北市公务局卫工处举办的画幅朽为神奇 我是小画家写身比赛盛大颁奖 参赛同学透过画笔勾勒出污水处理场附射公园的优美景色 也打破一般民众对污水场的刻板印象 很多年前来过 然后就是显身比较发现 原来这边又有一些改变 就是因为之前只有去篮球场 对然后发现好像还有个天 好像还在过去有一个 我们是那天没有去 但是小朋友有稍微画出来一点点 对所以还蛮漂亮的 就是整个形象跟以前是完全的 对想说以后可以来野餐 这是污水小尖兵校园深耕领航计划的一部分 为了推广环境教育 未公处方面主动出籍 与迪化场临近 明德国中中校国中 大同国小及设置国小签订策略联盟 透过速食场户外学习体验 校园深耕活动 及唯一一场的写生比赛 让学生更加认识 已经被认证为环境教育设施场所的迪化污水处理场 如何处理污水 以保护环境及生态 污水的处理上面不只是工程 还有包括处理场的操作 管理营运等等 其实有很多都是跟水环境 还有生态教育都有关联性 怎么让一滴水能够充分利用 而这个水充分利用完了以后 又怎么徘徊到原来的自然的环境里面 这个都有它的教育意义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污水的这样的小尖兵校园的领航计划来让这个小朋友在求学的过程中欲教欲乐能够了解整个水环境生态的这个自然的发展跟尊重那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对于我们污水处理厂整个环境的了解让他们透过学生或者是透过他们的生态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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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的创作发想来得到一些启发 以前一般市民对污水处理厂的印象一般存在就是比较负密的观感 那我们希望透过跟学校合作的方式呢 我们除了派遣讲师到学校去跟小朋友做互动做上课做交流之外呢 我们也邀请学校派学生到我们污水处理厂里面来参观 导览透过这样的介绍让他们了解整个都市里面的污水处理厂运作的情形 让小朋友更知道这个厂的重要跟水资源的珍贵 那当然我们也利用我们这个上部公园的这个条件 也邀请小朋友来这边做写生 可以加上他们对我们这个厂的印象跟比较留下良好的那个这个参与的足迹 教育局方面也肯定污水小尖兵校园生根计划 对环境教育的重要性 让所有学生都能明白良好的生活环境不是凭空得来的 很多事情没有这么的理所当然 是很多很多的努力 我想你们在经过这些这个计划的栽培下 你们应该就看到了 其实有好多好多努力 然后也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外公处方面表示 未来计划进一步深化与学校方面的互动及合作 包括提供再生水协助维护校园环境等 希望与大家一起努力 共同保护水环境 记者张旗腾泰北报道